哈囉,大家好,我是張老師,來依照慣例來嗆三聲來 一樣齁,依照慣例還是要強調一次 不要怪力亂神,不要迷信,不要相信江湖術士 不要相信江湖術士隨便亂講 聽聽可以,聊聊天可以,聽好 盡信命不如無命,盡信書不如無書 現在不是很多假訊息嗎 所以各位看書也聽聽就好,也不要太信 有時候無傷大雅,就聽張老師 姑妄言之,大家姑妄信之,聽之 來,今天的課題講的是什麼?馬 十二生肖的馬,在2022年走什麼?運 這個運是如何? 聽好齁,他在2022年走的是正運 一整年來講,理論上來講 走運相當好 這個運的話是怎麼講 心心心相應有貴人 出氣外面有貴人 躲在家裡面有神佛加持啊 很恐怖 行而上來叫神佛加持 行而下的 行而下叫做貴人圍繞 那聽好齁,這一個印的上面叫官 所以,官要有印 所以逢印見官時有七貴三負 在講中理論,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就八字體系的論述來講的話 是這樣子啦 這個印跟官是很好 可是這個印啊,會卸官器 比如說有的男人 他的事業非常發達 娶了一個漂亮的女人 為什麼事業會垮? 有沒有,以前不是有一個叫夫差嗎? 很厲害很厲害對不對? 後來不是認識那個誰啊? 認識那個C師,有沒有 他不是一個官嗎? 碰到這個印,心心相惜 真的,十有七貴三負 但是為什麼樣? 因為他愛這個女生了 怕不開腳 捨不得離開他 捨不得他一個人孤單就陪他 就會把這個政務,國家大事 比較鬆弛 就會讓敵人有機可乘 所以這個印好不好? 看你的落點 聽好齁,你的八字當中打來看 八字不要看太多顆啦 第一個日主其他只有七顆 為什麼叫四柱論命? 為什麼叫八字? 八字包括一個日主還有七顆星 這樣看就好 如果你八字當中有印不會太差 印在講什麼? 讀書嘛,講貴人 所以你們也不要花太多錢去學什麼的啦 聽聽我的袋子,我都講得很詳細的 我會用這個例子 來跟你做一個細部的 局部的全部的解說嘛 那慢慢聽就好 那這個人在跟你講什麼? 事業不用怕 如果你是數碼的 今年要參加考試 理論上印不會太差 印不會太差 如果你要參加今年的農曆的一夜二月 你要參加什麼研究所什麼 口試的征選什麼 大概也不會太差 聽好,時間是很重要的點 那一般來講 這個印的話最怕怎麼樣? 最怕財 因為老師現在沒有你們的資料 你就注意看齁 如果你的八字結構當中 印在講讀書講貴人嘛 一顆不錯 兩顆怎麼辦? 兩顆也可以啦 心心相印 三顆你就要注意喔 印太多的人 先講優點 優點是會讀書 心地善良 因為他這輩子帶顆印 上輩子做得不錯 所以出去外面 行而上的 神佛鬼保護 行而下的 就是人看人而樂 幾看幾拔倒 你知道幾拔 有沒有 人家看到他就很喜歡想幫他 那如果你印太多的人就很糟糕 為什麼? 一定要講一下 為什麼印多的人糟糕 因為印多的人 從小都給人家幫助習慣 所以他有一個慣性動作 一出問題就開始哭 那別人就幫他對不對 所以印的人 有印的人 在家裡排行都比較小 比如說上面有哥哥姐姐很多 然後他就哭 哥哥姐姐就會跳出來幫他 所以他結婚以後就這樣哭 然後很無奈 他的先生就會幫他 那老的時候他無奈 他的兒子 他的女兒就會幫他 表面上很好對不對 但是造成他的依賴心太重 他什麼他就裝哭嘛 裝萌 裝可憐 人家就會幫他 所以這個印你要注意 印一顆可以 太多顆 有時候依賴心太重 再過來 他們很喜歡想像 我就常常跟很多很多的這個這個客人講 齁 你可以有理想 可以有夢想 但是絕對不能有幻想 懂不懂 有時候你們一定要經過一點實話的分析 稍微分析一下自己的優點缺點 齁 我還是這樣講 八字你聽聽就好齁 你聽聽就好 不要把它當作金科玉立 老是人论命的風格大家都可能知道 我會經過很缺密的跟你分析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渦圖 你適合做什麼 再過來 你能攻你能不能守 你能守能不能久 你能久能不能安嗎 我不是常講那個理論嗎 你的方向比速度重要 你的選擇比你的努力重要嗎 很多人都很拼很拼很拼 你拼到最後怎麼樣 得到一個空 有沒有 你有時候要稍微靜下來 到底我要走哪個方向 那走哪個方向 不是你自己在那邊想定的 從八字可以虧出一個端倪 那你理論上來講數碼的 你走硬 夜份走硬 心心相應 不會太差 但是不會太差當中 你要記得一件事 齁 聽好 聽好齁 你不要把逢金當馬糧 有時候這是有貴人幫你 聽好齁 人不是不可以投機 偶爾投機一下 好像心機 老師啊 人可不可以用心機 我說可以啊 但是 聽好齁 BUT 善用心機 懂不懂 心機不是不能用 你要善用 有時候叫權宜之計嘛 你們不要說心機不能用 還是常常用 像這個印有很多的好處 他最大的缺點就是有一點天馬行空 這樣講好了 他每天都要看遠處的彩虹 前面他不管耶 我將來要成大工 逆大業 做大事 賺大錢 我要發光 發亮 發福 發貴 發財 可以啊 他一直在講 聽好齁 事業是做出來 不是講出來的 所以 硬的人有時候喜歡在那邊想像 所以他一定要把它拉回現實面 叫什麼 財 為什麼財可以刻印 這個財在跟你講什麼東西 你要看理智一點啊 要考慮錢有沒有發展的機會 很多人 很多年輕人 為了理念 投入一個行業 聽好齁 這是一個現實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你一定要先有利益 才有公益 現在很多人搞錯 什麼叫利益 什麼叫公益 比如說一個醫生 他可以當無國界醫生 他不能一輩子當無國界醫生啊 第一個為什麼 他也要吃飯 也要養家活口嘛 所以很多醫生很聰明 他可能一年 一個月去當無國界醫生 還是一輩子當中 挑個兩年三年去非洲 當無國界醫生 你不可能一輩子嘛 那你的教育費用 你爸爸媽媽的養老費 你家裡小孩子要吃飯 太太要吃飯錢怎麼來 所以各位在做什麼公益的事要注意 沒有利益 不要去談公益 像最近很多人去養那個狗 養那個貓 對 很慈悲很善良 無理他是每天一直消耗 所以你要做這個偉大的事業 可以 那是你的自由 先要想 你如何 你要如何 讓這個產業 給它弄下去 也就是說 你的求生 你的營運模型 你的獲利模型 如何建構 你剛開始有錢啊 後來就沒錢啊 味噌啊 又要講到味噌啊 味噌湯 味噌西爐湯啊 你看那個味噌講什麼 由善食者食煩 能克中者概寡 在講這種理論嘛 一開始都發善心 為什麼後繼無理 那個狗會越來越多咧 那個貓會越來越多 而且會生病 你剛開始可以醫 你有錢 你房子賣了以後 你就沒錢 那沒錢怎麼辦 懂不懂 要做不是不可以做 你要有一個基金會在支撐嘛 基金會加上募款 募的款項要評估 每年募款多少錢 能不能支撐幾隻狗的營運規模 不過 追根究底 各位啊 沒有愛心就不要養狗啦 那你養了狗以後 拜託啦 給牠養老送中 不要養到最後 看牠可憐到處亂丟 那 如果真的不行不要 拜託跟牠結渣 喔 這幾十年的問題了 狗真的是很可愛 又很可憐的動物 對人類又信任 傷害牠是不好 聽好 你看衛珍 有善失者失凡 能克中者概寡 那馬一樣 你今年走正印 一定有貴人 也就是說你今年一定要佔用這個優勢 懂不懂 利用牠的借力 使力 使力 不費力 你今年事業成功機率很高 屬馬的 一般來講 屬馬的比較屬於戰將喔 在十二生肖的比例上 有幾個生肖很奇怪 第一個 狗 很中 第二個馬 真的會將軍喔 開槍譬如 第二個 第三個龍 龍比較怪異啦 我也看過很多那種兄弟的屬龍 很奇怪 兄弟啊 比較角色 很奇怪的那種格局很特殊 一般來講 屬馬的 領導 領袖 還有公司的稀優 很多屬馬 很奇怪齁 馬不是龍齁 難怪叫龍馬精神 搞不好有什麼瓜葛 我們不清楚啦齁 那一樣 屬馬一樣 我們今天來抽抽看齁 來 屬馬的 男生 想要知道2022年 農曆一月份的應事 任一年一月份的應事 現在 以耳未明 賈耳泰勢有償 即兮告我 兇嚴其哉 急出急掛 兇出兇掛齁 來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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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一隻 這一隻好 這隻什麼掛 水天虛 虛虛 第五掛 這隻話該跟你講 聽好 這隻掛齁 叫做 Be patient and waiting 叫你要謙虛的等 為什麼 這個水已經要下來了 比如說你看到烏雲閉日 你看到天氣外面很暗 你知道要下雨 對不對 但是你不曉得 什麼時候要下雨 下的雨有多大 你不知道 但是你確定 等一下一定會下雨 質疑 什麼是等一下 五分鐘 十分鐘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還是兩個小時後 你不知道 所以這個掛在跟你講 哈囉 俗馬的你有貴人 男生 但是不要急 不要急說 張老師說 炎夜份 他搞不好 一夜份底 還是二月初再過來 聽好 貴人是一定有 但是他跟你講 貴人已經 氣已經結成了 已經烏雲 烏雲 片部你知道嗎 水一定要掉 一定要掉下來 現在你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等 虛 需要的虛 放心 贏定了 但是不要太急 吃太快會撞破碗 來我們抽抽女生的掛 來 現在俗馬的女生想要知道 2022年 2022年 一夜份的運勢 現在 遺而未明 賈爾泰式有償 及其告我 雄言其哉 雞出雞掛 雄出雄掛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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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好 這隻是什麼 俗馬 馬女 女馬 來 旅 五十六掛 火山旅 這是孔子抽過的掛 什麼叫火山旅 美則美矣 但不久矣 聽好 俗馬的女生 你在農曆一夜份 不錯 有貴人 不會太長久 有好的事情 也不會太長久 但是很快樂 為什麼 好像你去旅行 很快樂 很興奮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有回家的一天 如果你出去玩以後 就要被隔離一輩子 我看你就不敢出去玩了 他跟你講 火山旅 很漂亮 很漂亮 南腰上寵 但是還是很漂亮 很亮麗 他在跟你講 不是 不是LASTING 不能太持續太久 短的可以 我也在跟你講 不要在乎 天長地久 要在乎 要用就有 如果你在乎 天長地久 極有可能 要用都沒有 懂得懂 重點是在用 那個都是假的 人要誤實一點 要reality一點 一定要稍微誤實一點 不要想的太多 好 今天我們的課 就上到這裡 喜歡老師視頻一樣 去開啟小叮噹 加入訂閱 訂閱不要減 再講一遍 訂閱不要減 開啟小叮噹訂閱 按讚或分享 來 我們今天數碼的 農曆一夜分的音樂 講到這裡 好 祝各位平安喜樂 新年快樂 好 下課 好 下課 下課